欧盟投资430亿欧元发展芯片 对国际芯片市场有何影响 不到中国投资的三分之一 欧盟这一举动会带来实际的效果 中美欧芯片竞争走向如何 对中国芯片会有着哪些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半导体行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已经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高精尖研究领域 同时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下 芯片短缺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越来越多的芯片供应中断 工厂停工 国际芯片领域的竞争也愈加激烈 就在前不久 欧盟的芯片法案也正式公布 法案内容显示 欧盟将预计投资430亿欧元 在芯片的研究领域 并且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目的 那就是到2030年 欧洲芯片产能在全球占比 从10%提升到20% 实现成倍的增长 从欧盟这项芯片法案可以看出 欧洲国家已经深刻地意识到 自己在人类未来最重要的经济竞争领域 已经落后 希望能通过加大投资 刺激欧洲半导铁行业的发展 与中美进行芯片市场的竞争 无独有偶 就在欧盟颁布芯片法案的前五天 美国国会众议院也通过了 一个含有发展芯片工业的法案 那就是2022竞争法案 在这一竞争法案内容中 有一条明确关于美国芯片发展的规划 提出美国要在芯片研发领域 继续投资520亿美元 我们知道 美国的芯片行业发展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而这次520亿美元的投资 将继续提升美国芯片行业的发展 使其获得更多的国际芯片市场 美国 欧盟纷纷着手 在芯片研发领域的投入 实在是有一种风雨欲来催满楼的意味 2022年一时 中美欧三方在芯片领域的竞争 将会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在此之前 我们一谈论到芯片 谈论到半导体 谈论到高科技 必然想到的就是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 在中美国际竞争日益严重的今天 欧盟地区国家已经被边缘化 而如今 欧盟提出投资420亿欧元 进入国际芯片市场的竞争中 就对中国在芯片领域有何影响 首先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欧盟这一芯片法案 事实上 增加420亿欧元的投资 并不是什么新现实 中美两国近年来在芯片领域的投入 远比420亿欧元要多得多 通过相关数据显示 近年来 中国不断在芯片领域进行投资发展 合计投资达到了约1500多亿美元 欧盟420亿欧元的投入甚至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当然 跟欧盟的特殊性来说 投入420亿欧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关键是这420亿欧元如何花 国家要在某一领域发展搞补贴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欧盟不是一个国家 中美可以搞补贴 但欧盟搞补贴要面临的情况 就相对更加复杂 第一个问题 这420亿欧元从何而来 对于这一问题 芯片发展中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资金来源 第一是动用欧盟基金 既然欧盟要发展芯片领域 动用基金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动用基金就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矛盾 这基金该分给谁又该怎么分 目前 欧盟国家中 工业发展最好的国家是德国 如果要动用基金 德国虽然是当仁不让 通过自身工业优势 带动欧洲芯片行业的发展 话是这么说 但还有法国 法国在高精尖 技术领域也十分先进 并不比德国差多少 然后意大利也会跟着法国唱反调 意大利也不差 为啥不分点基金给意大利 接着什么西班牙 葡萄牙都会提出不同的看法 毕竟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自身 能够在芯片行业有所发展 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 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这基金怎么分就成了大问题 那要是每个国家分一点 420亿欧元也不够分的 再者说 将资金分散开来投资 这对于刺激芯片行业的发展 也发挥不了有效的作用 第二个层面 就是欧盟鼓励各个国家 采取自身的国家政策 以此来促进刺激本国的芯片引发 但这一方法也有一个不小的问题 那就是欧盟有着明确规定 欧盟为了防止成员国 在同一个领域中发展不正当的竞争关系 欧盟委员会对成员国是否能够通过政策 来刺激促进本国产业发展 是有严格的相关控制的 再让欧盟主动提出放宽国家补贴政策 国家自己投资促进产业发展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 一个国家想要投入资金进入某一个产业 刺激这个产业的发展 资金无外乎是两种资金来源的常见手段 一个是货币政策手段 一个是财政政策手段 但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欧盟是具有特殊性的 其不是一个国家 货币政策手段在欧盟地区国家 基本上无法实现 因为欧盟成员国本身并没有美元的发行权 欧元的发行机制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中心化 一般来说 一个国家货币的发行 都有国家的中央银行或政府来拍板 这就是中心 但欧元不同 欧盟成员国是没有发行欧元的成立的 欧元的发行只能由欧盟的欧洲中央银行说了算 就在欧盟成立时 所有的成员国就共同签署了欧元发行协议 这一协议将欧元的发行牢牢地把握在欧盟这一中心 所以所谓的欧洲共同体 在全球昌盛的阶段是看出问题的 但在全球大国竞争博弈的阶段 问题就非常的明显 欧盟是国家联合 并不是一个国家 有联合就有竞争 从2008年开始的欧洲金融危机到现在 欧洲地区国家获益最大的是德国 而其他的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荣光 欧盟芯片法案的颁布 我们可以看出 欧盟希望再次躋身世界格局中的战略雄心 但极可能在现阶段没有能力来进行大国博弈 后果的承担 欧盟成员国各自的利益不同 也就很难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讲话 欧洲地区每个国家国内都是小党林立 政治情况异常复杂 尤其涉及到职额补贴 每个成员国都不希望自己吃亏 针对某一领域的投资发展 也会出现更为复杂的问题 所以哪怕欧盟加入到了国际芯片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来 主角依然是中美两国的大国竞争 欧洲虽然在努力的扮演出一个强大政治力量的角色 但其已经不再是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欧洲离一个声音一个利益一个行动只会越来越远 欧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我们依然不可否认的是 既然欧盟能够将这一法案颁布 能够下雄心壮志在芯片领域 相比其一定有着解决问题的手段 加之欧洲地区有着众多的高新科学技术 在国际芯片市场能有一席之地也不好说 对于中国而言 欧盟的加入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时期 美国提出要对华为进行制裁 德国的先进半导体公司英飞林 就曾提出想与中国进行合作 从这就能看出 如果欧盟加入到竞争中来 会与中国能够有合作的可能 这种合作可能 为中国芯片的发展带来新的突破 就算是真的形成了中美欧三方竞争的局面 中国也并不害怕 中国需要的主持时间 中国有底气 也有能力面对激烈的大国竞争